在瓦兰迪亚女皇利耶娜的宣战下 我先发智人对她的主城截屈狼展开了围攻 虽然敌方守城人数优于我方 但他们定没想到 我在攻城前买断了城内粮草 没有粮食他们便会饿死 所以拿下此城只是时间问题 但离我没想到的是 敌方支援竟如此吃快 此时一只近700人的军团向我袭来 现状我立刻收起攻城气血向后退去 而方才被围城内的雇佣兵 依仗着军团向我步步逼近 这还没算完 在森林中突然杀出两股势力朝我而来 坏了呀 八面埋伏 好你个利耶娜 我三分两次将你放走 坏来的却是这等结局 最终我被堵了个水泄不通 退无可退 为首的是个叫做古斯的雇佣兵 笑得还挺开心 也幸亏是雇佣兵 还有商量的余地 只要有钱 他就能放我一 这 那就只有一战了 400对准1000 这是一场根本没有悬念的战争 不对 有机会 战场后方竟有一条河 众所周知 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 在经过团流的河中 都会被降速 而我的部队 三分之二都是弓箭手 将他们布阵于长河后方 守住待兔 起步快哉 在布置好阵型之后 我带领八名骑射手 等待敌方骑兵到来 不管有没有这条长河 他们的骑兵对射手来说 始终是个威胁 而我要做的 就是帮助我方射手减轻负担 在击退了左边的敌人后 他们右边的骑兵 即将冲进长河 我策马前具防御 不能让他们轻易 冲散我们的阵型 我策马前具 还好我提前在右侧布置了几个骑兵 阻挡了他们的第一波进攻 虽然我方骑兵已所生不多 但他们在此也是上完过半 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随即而来的是他们的步兵团 想要突破长河就得经过万箭洗礼 顾不了计较上岸的步兵 我指挥着所生不多的骑兵 与敌方骑兵展开了最终教练 在我倒下后又出现了一支骑兵部队 冲锋而来让我很是郁闷 这是哪变出来的 敌方的步兵已全部上岸 和偶方弓箭手展开了近身博弈 果然没让我失望 不愧是冠军攻守 近战技能步出远程 敌人被打得士气全无 抱头鼠窜 而我方攻守化身收割机器 展开了猎杀 最终这场400对准1000人的战争 我方大获全胜 我也知道能够胜利多亏了这条长河 所以我命名这场战争为长河战役 就在我要处决敌方将领时 发现了女皇利耶娜的身影 不用多想这八面埋伏的诡计 定是你出的吧 不过似乎天意站在了我这方 其实我对你颇具好感 奈何我们总是战乱不断 而如今你已当上女皇 我也承知我们不再可能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取你性命 你只需要在我身边做个俘虏 直到战争结束 你看如何呀 一周后 我再次来到截区郎 展开了攻城行动 在围城的第四天 我的老丈人奥列克前来帮忙 就在第五天上午 敌军城墙被投石车砸穿 可以攻城了 老规矩 趁敌方守军防御城行前 冲入城内 雷鹰外盒 好家伙 防守这么快 雷鹰外盒 雷鹰外盒 就在我偷袭城墙上的射手时 我方兵马已经攻入城内 围剿敌方守军 最终成功拿下了组成的控制权 而我则继续招募士兵 趁着现在士气正高 再去攻城 劫区朗的归属权投票也出来了 这没有我也就算了 此时攻城老丈人也参与了 竟没他的名字 朗瓦德 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呀